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支持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 2015 民生起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詳情就在收費表寫完 如果熱血大球場的話 一字五都包了 划算 一個星期 上星期打了一場 這個季後的富家賽 決賽 其他人是決賽 但他又不整個杯子 好像人家英冠 有張好像支票的東西 沒有人買 告訴你你是有阿曉資格 那是證書 很英文翻的 應該整個杯子 好像人家英冠 第三名富家賽也有個小杯子 這些東西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沒有了 放在倉上 不見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沒有了這個比賽 8-2分中1-1 12碼南華爺5-3 總比數 徐波很熱 我又不在 三十幾度 下完幾日雨之後 蒸爐 泰爐 菲蘭到無故要停賽 真的 古寧靜說 第一張照片 麻煩你 我真的不明白 那場球怎麼上一場 要走那麼遠去脫衣 第五個王牌 太興奮了 我唯一說他忘記了 你開球前也有人提醒你 太興奮了 就是忘記了入了球 球場沒什麼人 走那麼遠 看到球場坐在那裡 穿著幾件球衣 搞笑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情況 球員走得上去 但是穿著幾件球衣 支持頭隊 福田神是神奇復出的 不是很重傷的嗎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神醫 在世華和專醫阿婆 是的 艾華 開始說艾華可以出 接著又臨場不能出 中村又頂了個位 但是這場波爾 賺奧迪的賽前 又說沒有福田建議 要出巴里 但是現在巴里 用福田建議一起出 反而我覺得 還不錯 效果不錯 效果不錯 巴里原來真的欺負到 藍華那一對中堅 很多頭腦都頂贏了 而且他沒有了福田 他是打高球 直接一點 他有想過來對付你 改變方法 自己改變自己 還有藍華這場球 速度很厲害 好像一群球員 好像有疲態 已經覺得他 走不動 走不動 你看到伊達 我看到他不是走很多 因為伊達是否逐藥了 伊達走 那我也不知道 你看到那場 對東方那場 3比0 東方全華班 上半場那場 破命飆波 他在前面 前場緊迫 要看對手的戰異 那場米六 還看著 未簽譯 這場波 我想講一講 譬如YFC奧迪 剛才說 表現好 中場線那裡 我覺得 攔志力做得不錯 梁冠聰 今場我覺得 梁冠聰打得不錯 橫顧今季 我覺得他打防中 都算是成功 你不是要他 有很多傳送 但他可以搶球 亦可以帶三個球 迪亞斯 亦可以夾到 活力不錯 還有李嘉耀 李嘉耀今場 在右路的攻勢 做到很大的威脅 最重要是摩西斯 打算艾華換了出來 嘩 摩西斯 厲害 魯仪尼基 真的頂得到 看完東方也吹 所以是否摩西斯搞定 真的扭不過他 摩西斯搞定和利亞 搞定是艾華 途街左閘 Keym Sir 為何不選他 還選國健邦 摩西斯 厲害 他不用速度快 最重要是有些 即是爛截的頭 真是老鬼波 他預理那些位置 吃得挺好的 吃得很準 放你少少位 給你推 然後先下腳 那個屁股又逼你 真是老鬼 真是老鬼 好厲害 南華那邊 我看到上半場 今季都沒見過 羅廣威和中村 踢下會換位 很少見到 很有趣 但效果除了羅廣威入球球之外 其他時間 效果出來 都不是太好 因為之前我一直看了整個桂蘭話 都好像沒見過交叉 踢死右邊又右邊 左邊又左邊 我覺得其實是關於中村事 中村他打右路是沒什麼威脅的 中村 即是有人說 我這邊搞不定 你嘗嘗不如這樣 但你那邊也是不行 中村有人調了幾次位 換走麥比連 中村有人踢中間 接著叫換了出來 又調他踢左邊 但其實中村有人 我不知道他是狀態不好 還是心態不好 他拿完那個球 他永遠都是回後 他不敢一個人 面對對對手 做以突破 他本身不是踢這家球 他本身都是在前線 不斷地跑位 帶鬆一點後防 等隊友有機會再做 跑位都不是很多 他不是中間 即是現在搞到他整季下來 中村有人 那個位置是哪個位 現在都看不到 所以我跟你說 狀態就不關心態 聽說就是不續約的 就是心態問題 聽到心態問題 我就覺得就是 聽說就是不要了 你看到整季的表現 深招 深招 即是不適合 藍畫 看到謝家強今場 就在中場 就有他季初的狀態 你對比下去 他真的好過Philip很多 即是起碼那個身形的 那個攔截上 真的好很多 防守力 以色好一點 拿球之後 怎樣再轉回 由手轉弓那一刻 做得好很多 還有阿傻邦 我看到奧迪很多時候 自己錦區解園 為了那些球 都是阿傻邦 梁濟邦 再做一個攻勢 但是他真的 他的傳送 的確是差一點 真的做不到一個很好 很漂亮的攻勢 這件事是差一點的 但是他的攔截 位置感 真的很傻邦 快要做藥 跟藍畫 他想續的 藍畫想續的 但他要上一次腳 不過我又覺得 好上去 上去 試一下 有得走就走 不是說香港不好 有得試 還未到三十歲 坐在廠 試多一次 給自己進步 他真的在藍畫很重要 你轉來轉去 都是他的拍檔轉 他永遠都是打正算 膽拖 大色麻膽無無有 以前是靠活力 到處走 他沿廣東日支船回來 連位置感都好了 防守位置感 又落腳的準繩度 準繩度都高了 時間歸多了 很多人都說 他落回來的時候 其實是有傷的 可能那個 伸頭哥就傷了 跑動少了 反而他轉了型的時候 打回個位置 好了 聽一些聰明一點 對 聰明一點 剛才說完南馬洛 進入第一球 一比一 我覺得魯斌 是不是舉他角高 他倒掛 他在那個位置 很混亂 大家都在找那個波 被他找到 其實第二巡環 奧迪主場那場都是這樣 角頭 被人找到 入了 我覺得應該吹佛 摩拉掉了 紫浪居 但他之前那天 魯斌是打倒掛 是不是要舉腳高 要吹佛 但男人又沒有舉手 是呀 隨便 我覺得這場 男人很托大 自己吃硬理的感覺 就是我等了 喊話出來 遮掛你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遮掛不到 遮掛不到 真的很有趣 可能射十月馬 我們研究方柏倫 就是上面那張照片 方柏倫真的很好笑 不是很遠 三十多馬 他不是去到中圈 他比卡奧斯射罰球 是呀 當年 當年 對傑智是這樣的 走那麼遠 當年卡奧斯這樣 走那麼遠 但他又不是勁抽 都是燙的 他跑到沒有力 按死 反而被摩拉撲到 你走那麼遠的路程 很容易被龍門捉到路 是啊 時間多 難聽說 你走那麼遠 跌倒的機會也有機會大高 上得近 你滑腳 然後摩拉撲了球球 偷偷在那裡笑 其實那個旁證也在笑 對 旁證也在笑 寫著那裡笑 你看他的老球骨 射之前又跟你握手 又摸一下你的球 搞你多少 我覺得這個小動作來的手那麼遠 一定對他的事業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只是搞事而已 他打算分散一下龍門的注意 這個老狐狸 這個踩你又沒有 我有想過 怎樣對付這些人 走來握手 那個時候 他有招手 他不跟你騙 不要被他搞 叫他走 恭喜發財 對 我們中國人這些 除了芬佛倫不入 然後巴黎不入 羅蘿素不入之外 他入的那些十二馬 很高質素 網頂 包括摩拉的紙 摩拉的紙 我說的真是漂亮 以前巴黎踢陳希 那時候是十二馬王 南華 入五球有四球十二馬 為什麼十二馬 射得這麼差 上次都不入 沒有角度 我求是 上次對傑子 都是他不入 以為很厲害 原來流 唯一絕招都沒有那些 有慘 十二馬都搞不定 都要走 都要走 他都說 應該是不搞的 要稱讚摩拉射的十二馬 他很厲害 一衝過去 一刀 腳影沒有捉不到 因為 平時他這麼屎不鬼 很多事情搞 又擺阿芬 又泰國四面墳 那先搞一輪 你這麼快 一刀 一刀 一擺一刀 一擺一刀 平時他一個人都在打 又擺一刀 現在才學到四十二馬 可以靈轉身 好厲害 猜不到 猜不到 那些刀得這麼硬 以前阿叔 劉上義就罵這些 這麼快 然後大哥在旁邊就說 沒有信心 看都不夠看 原來他的信心很好 長波到就這樣 南亞獲得資格賽 資格冠軍就得到 下廷阿歉 轉回一點 季尾一定不太多 直播完這場 是不是沒有了 播影 沒有了 這麼貴 香港隊都不是他播 這季阿士的播影 直播不太多 但起碼全部都錄播了 我覺得做得很好的 播足 這麼多年 那時候LOW都因為 神禧沒有夾錢 所以不能播 有幾可真是播得了 而且那場下雨 腰斬腦都播了那半場 那天回去錄了 不是在香港 他連重溫都放上youtube 那場最棒 那半場都錄了 原汁完美 你沒有錯過任何一分钟 任何一分鐘都沒有錯過 真是給你一點掌聲 多謝 但是之後補錯那場 最後有沒有 網上看 網上有回 因為上個禮拜 找不到的 做節目之前 你找我 找他也找不到 補錯那場 OK 那這裏 講一些轉目消息 接下來下一張照片 小豆 麻煩你 我們講一些都落實了 那些 其次方面 唐建民、法蘭道 怎樣看 唐文回去 我想他可以搶到一個正選 雖然劉均宜逐一躍 但是我覺得防守力 始終都是差 你猜是不是逐一躍前 談了他 可能他先走了 劉均宜走 還有曾錦彤 曾錦彤 曾錦彤也是走 也是走 始終有一個 後備也要一個 如果以後備來講 唐文是很高質素的 如果以後備 輪流踢 對 他這麼多比賽 你想想他今年試過 今年季初打到四強藝協盃 接著你去到那些杯賽 全部打完 你都不夠人用 四十幾場球 那次跟我講過 阿傑子看了四十幾場球 你想想你四十幾場球 香港球員 香港球隊 都只有二十 鬆一點 通常都是 不夠人 還有很多不出 至少右路方面 如果有唐建民在 盧君儀可以推上去踢右翼 其實我經常覺得他踢右翼 很會踢右翼 你叫他走這麼大條路上去 就斬個球也不漂亮 那就算你可以減少 阻敵的功能 不是 其實我在想的構圖 就是盧君儀和唐建民 可以多做一些overlapping 我想如果再配合熟一點 如果你盧君儀 打尤役來講 他會回防多一點 就算是不錯 黃三力算是不錯 我最期望是多一些overlapping 但是現在費難度 如果傑子真的簽了 因為現在可以傳言 全然 我覺得有一條水 因為他們公民三寶 他們是一起談了 阿里路寶蓮 還有他們公民三寶 一起過去 但是我覺得 費難度的踢法 其實跟寶蓮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撞了位 一個人踢阿協 遲點可以留下 一個人踢本地比賽 他的踢法都是這樣 就是靠一個人突破 引開球 來做一個攻勢 但是如果你去到阿協 去到八強那個層次的時候 你讓費難度 當作阻敵 我覺得OK 但突破能力強 但他很喜歡到處走 對 阻擾 就是沒有一個活動 對 現在就是 對的 對的 你都不會再靠安基斯 你見到安基斯 那些季尾都出那麼少 你想想你前面 軟鎮 前面包倫高數 跟著阿瑞 跟著阿費人道 其實很強的 對的攻擊力很厲害 速度又快 速度 但是藍華 現在落實了 還是要出一個 老闆說而已 就是這樣才奇怪 他很喜歡講那麼高調 尾道那些都先講 說得一個那麼少 是不是又不簽呢 所以今天有一個消息 要出出 李志豪 李志豪 會抄 會抄 你這樣 哇 真的 阿米露那個訪問 在滴汗 一聽到那個名字 那個報道就說 阿米露覺得阿志豪幾好 中後場又可以打得多位置 我相信他的能力 32歲都沒有路而已 我猜他看得少這兩季 李志豪 對 不夠 這碟 看得不夠 真的傻傻 但是 米露也是想用回 自己教過的球員 有可能信心一點 對 至於相信自己用過的人 那如果 南華真的 踢亞洲賽 又踢本地賽 多一個華人的中堅 有關於級數的 都是那一句 他做後備 就很高質素 對 因為你見到上季 剛剛剛過去那季 你見到南華出去 來出去 補讚陳偉豪 補讚陳偉豪 你見到羅蘇害怕 整個人都 那你真的要找一個有益級數的後備 是不是 有一輪半好些 羅蘇害都說 誰找他射十二碼 波都未射 誰找他射十二碼 波都未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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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笑話 他解圍夠大力 他射十二碼 我看他的樣子 我覺得他是舉手的 我來我來 傻子 傻子 有體力 後備又出來 不過說到黎耀昌 應該是對的 對的 因為黎耀昌 其實他在中前場 左中右的位置都可以踢到 現在就未知羅國威會怎樣 我假設羅國威還在那裡 挨華 兩個正選 黎耀昌 左翼又打到 右翼又打到 又是那一句 右翼又打到 一個有質素的後備 可以改變戰局 因為藍華 今年的問題就是 他的後備值的人 是換不到下場的 李威廉 鄭麗軒 還有最正的就是 黎耀昌以前 在飛馬那個年代 他有一定的射門足夠 我最想就是 見到他這種射門足夠 他入蝕那一刻挺好的 我就喜歡他的突破能力 香港球員少有這麼有信心 有夠膽過 暫時新的那一輩 是他和李嘉堯兩個 近幾年都說 藍華波三沒有印過 真的打算印黎耀昌 夏年耀昌 真的 這麼多年都沒有印過名字 印一下黎耀昌 至少有時候輪換的時候 不是夏夏伊達 對 拖慢了整隊的速度 如果黎耀昌下場 怎樣都好 他有速度的爆破能力 一定有 還有對手看不需要 只要挨畫一邊 他就左邊 多一點東西轉 你們說 林鶴希打中間 不要說他也打中間 他比林鶴希打中間 好 OK 再來是元朗 不知道元朗 接下來贊助是不是 天行元朗 相信就不是 元朗 元朗 元朗體育會 首先教練來了 港版馬里奧 馮凡凡 為什麼一個屈尾十日 去了元朗 那時候不教南區 因為家人的問題 想多一點時間 但是不夠一個月去了元朗 這麼奇怪 問題解決了 請到工人 買去去一個旅行的 他的指令被葉仲朗 他已經回去 陳卓光 原來今天看到也是加盟 陳卓光 葉子俊昨天 葉子俊基本上都是元朗人 其實元朗是否想 收集元朗出身的球員 還有黎後希也是 元朗清分出身 地區清分 我以前見他在元朗飛馬那個年代 也有他的名字出現 有元朗飛馬的歌嗎 因為當時 天俊來飛馬那個年代 跟元朗合作較清分 所以就是以元朗飛馬這個名義參賽 那時候是另一個名字 那時候是以元朗飛馬的名義參賽 他有口水噴過你吃到 不好意思 大哥你噴 最重要的是他有周期 又是元朗清分出身 我猜他希望 以一班90後有質素的球員 再帶一班元朗的清分 慢慢由清分 廣估地區的 對 整件事是地區化 他們是以這個杯賽決賽來目標 據問是 然後是譚樂軒 來口氣 來口氣幾好 原來這裡 那是藍區 鄭兆聰教 很多 謝德謙 施希 夏志明 審國輝 卡里爾 卡里爾為何還是卡里爾的呢 就是這麼執著 很好球嗎 又不是啊 又大雙過 認識一些外國人 朋友少 又大雙過 也找回他 這麼有趣 可是他整個季沒踢過球 重傷 沒有踢過 好有趣 他想不到 反而子彈你覺得怎樣 子彈覺得怎樣 OK啊 如果他踢到貴初的表現 看見他傷了之後 我不知道他出來會有什麼感覺 他年輕又會快一點好 小袍一點就可以了 真的很簡單 但是你看到謝德謙 真的華人龍門真的不錯 南區之前在甲祖踢的時候 龍門都是小朋友 後備正算都是 現在有個大哥級在那裡 後防會穩定很多 又是阿大佬 沈國輝在那裡 其實阿大佬很好的 OK的 南區也挺像 起碼見到這五位 這個初型也在那裡 除了卡里爾之外 這個初型也不錯 我也是說有謝德謙 沈國輝在那裡 你給那些年輕人 下場的 都有個大哥學著 等於季味陳家琦出來踢 那種感覺 講到標準流浪 許雲峰的報紙又說 他說不搞過 但是又簽這些 簽了保羅 上個星期踢七人賽見到他 出人出去 即是出鬧術 就是這樣 預料了 這些事情 最陰謀黃大仙是學他 那些人都可以自己 這招 整隊 一贏我招 即是衰格 你又不做 我都不搞的了 你自己找工作做 好像黃大仙那樣 又說老闆去了外國做工作 什麼年代 Core基年代 大哥 英特蘭的年代 WhatsApp都可以吧 要這麼嚴重 搞笑 等他的意思 怎樣怎樣 算了 不要說的 那再下一個星期 最嚴重的那個 大地震 東方 跑了九個球員 教練也跑了 高尼路去深掃 梁志榮 宜學文退休 李志豪 鄭少偉 文比德 郭健邦 梁子晉 梁國威 馬里士達 九個都跑了 昨天我弄一弄一弄一弄 那些照片的時候 又加一個就是鄭少偉 我心想不要弄一弄 不要弄 今天很硬才弄 家文 鄭紀浩 還有谷營智 兩個 但是 我覺得是對準的位置 就是谷營智 他就是針對四 他換回一些 年輕一些 有些活力的球員 去回東方 因為上一季都看到 東方半季之後 那個狀態跌屈跌得這麼厲害 因為始終那些球員 年紀大 對不對 現在有鄭景浩 和谷營智 加盟東方 會增強回中場 自己的中場 增強回活力 我覺得是好看 谷營智 去跟其他隊友合拍 因為我自己心目中 雖然這幾季 谷營智的表現 都叫做好 盤全帶射都會有 有眼界的 但是我覺得 他去不了 李凱強那些級數 因為 他的心理質素 不是那麼好 還有他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東方的中場 那個分工 做得不好的話 谷營智 自己都會迷失 那會不會變另一個陸志豪 這個也是很奇怪 其實本身有陸志豪在這裡 每個領隊都不用他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聽過他 他是不聽指示的 我問過一些人 知道他不聽你說東去西的 其實陸志豪和谷營智的分別 谷營智在後面 困著球做攻勢 但陸志豪 我覺得後上 蓋上來做 射球 軟射的 那些其實做得不錯 不過我覺得 谷營智進來 針對今年沒有辦法 對球沒有板斧 嘗試是否可以轉 有他創造的球 但我始終還是害怕 因為有些 外國球員在這裡 迪高 和羅伯濤在這裡 其實是捱了些位置 你看到東方 現在到下半季 很依賴迪高 和羅伯濤 希望谷營智 可以做回一個 playmaker的角色 不要被那兩個 外籍球員 又敗了一些 即是看看他去到 我覺得看看用過什麼領隊 跟什麼教練 誰來教 傳了很多 又說和哥 又說林靖光 如果你在那班 以前那班教練團 選擇的話 我覺得谷營智 就未必可以擔以重任 如果你找一個新的外籍教練 整隊都看完 他作主的 那就有機會了 還有一個不怕輸的教練 這個時候他怕輸 覺得高尼駱的做法 還有不懂得換人 他不懂寫字換人 所以心躁一下 所以 走的時候馬里士達 還有我看到 李志如馬里士達 是很突然的走 我都是覺得 那場聯賽 輸給蝶智4比0 那場是很關鍵的 馬里士達 那場打多個人 你無緣無故 紅牌 即是立即優勢沒有了 兩黃一紅 兩黃一紅 你先跟路比亞 就吵架 還是他先吵架 那場球 李志如是綁鞋帶綁到輸1比0 輸4比0 那場球 直接令東方 沒有了聯賽冠軍 我覺得球會對那場球是很憎恨的 還有郭劍邦那場第一場代表東方 我覺得我看這班人全部都合理 你說離開球會的話 離開球壇也有點合理 那又忘不住了 做人 掛鄉 他說 還能找到食 這班 他只是出口術 他說不踢一個都現在正在踢 沒有關落就掛鄉 掛仔 一個關落就掛鄉 不要踢了 阿威翔有沒有補充 譬如說Peter 其實我覺得Peter是幾可惜的 文彼得 雙太多 我覺得他是好的有就力 雖然進攻力不太強 但防守力是好的 不過真的傷得太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有另外的老闆找他 神的呼喚 有傳到洗褲 很不似 這班 李志豪、鄭少偉、文彼得 國健波全部跟過了 神啊 阿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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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環在那裡 如果你再簽國健幫 想想是不是還是被他打左閘 我覺得很重要 你打左閘根本有這麼不成功 你這麼多年都不是踢得好 但他最壞是打左翼又沒有了道 很難搞 還要踢左閘 整體不成功 可以做失敗 你看他怎樣大執了 我也不知道教練 看看怎樣 人腳也挺好的 應該有很多球員在談 應該可以多簽幾個 年輕一點的 我收到那個還有一個中堅的 華人中堅的 還有華人中堅的 我好像有點眉目 華人中堅的 還有 再聊一下 別人先說實 我傻了地 吵怨八糟 這樣就結束了 轉換那些慢慢再加 又加大廣 每天都有很多消息 下幅上香港隊 對 對不丹 講到賽程 不如先講到賽程 6月11號 王國祥8點鐘 之後6月16號 香港隊馬爾代夫 王國祥8點鐘 TVB收衛台13台 十三台 對 因為無線拿了一個世界杯 就一直播放 對 全都是 這樣 來了一個新的體色能教練 Billy 基本上這個教練 其實都有很豐富的 體能教練的經驗 明白嗎 這個就是池田成功 對 要介紹給人聽 池田成功這個教練 其實他以前有 做遷業事源的體能教練 黃斌水手體能教練 甚至是做過這個蒲黃傳 然後是做過韓國的奧運隊的代表 那個體能教練 即是拿同排 那年隊是英格蘭的 對 然後就去 英國 英國 然後去到這個黃州六成 做過體能教練之後 也都 2015年 上半年 就輾轉去了這個熊本王阿蘇 都是做體能教練 日韓其實是死對頭 他肯定用日本人來做體能教練 很可愛 他當時被人罵得很厲害 說他是賣國賊的 你知不知道 好可愛 真的很厲害才會這樣 但其實他做功課就足足100% 都不止了 120% 即是你的意思是 即是他拿球員的數據 即是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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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每一個球員 針對性做一些訓練的方法 因為看過一些照片 就看到麥基跑步 有抽血 即是很科學 用科技 用科學的方法 真的好厲害 你簽的這些好厲害 而且因為兩場球太近了 星期四 星期一有兩場國際賽 香港其實不太習慣那麼近 其實你現在簽了這個體能 適能 適能 我們在講簡單點 體能夠怎樣 可能是短期的幫助 只有兩個禮拜時間 其實可以做到些什麽 我抱著 他說是長的 現在不是短大 我覺得是要幫他去北丹那一轉 最重要是那一轉 公園地帶 而且始終你說兩場球相距那麼近 你的體能 恢復的體能 因為始終我們是季尾 完了季 始終是那個體能開始下降 希望能幫到手 又去了大馬雜訓就好了 贏了一場什麼 非意大聯隊 馬超那些 2比1 明晚有場過 其實是在馬西亞隊 馬西亞國家隊 8點9 大家找連結 電視不能播 但整個遊戲 不單你今天看他 輸10比1 今天不知道泰甲還是泰越 泰甲 泰甲 不單輸10比1 泰甲也 說到這麽厲害 而且你打過制賽少 你去到王國祥他可能腳軟的 那麽多人 那麽多人 可能腳軟的 對 還有穿不習慣的新球衣服 那麽一條龍沒有穿 轉了三間 藍色的 真的有這麼高的 只有那麽張意 很噁心 很噁心 為什麽他之前是橙色的衣服 還是藍色的衣服 我怎麽知道 那麽多人 買了那麽真可憐 入場支持不單 那麽真可憐 那麽真可憐 看一看 星期四是否真的穿那件 網上流傳就說 全了贊助商 穿三間的 那麽香港也有差不多 那麽我們都玩到這裏 那麽接下來進來了 簡拿懷路下課 大飛士哥拉 你是頂替的 恆大個位 士哥拉你這些教練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什麽戰術的 來來去去都是手勢足球 前面有些球星 這樣就贏球 我真的沒有了 以前立比教都是這樣 有什麽分別 但立比旁手 簡拿懷路都可以 只不過沒有人用 你說劇 雙是雙 雙是雙 雙是雙很多 這球迷也很不捨得他 那麽帥 那麽帥 那麽看阿威哥怎樣說 我們今晚就玩到這裏 好 謝謝各位支持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